三个钟铲档 自从林郑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人们预期抗争的声势会弱 8月31日发生了一件事,激起了民愤 客观来说,不关林郑撤回事 主要是回一回戏 最重要是谈谈831 我们之前也有提及,我们最主要的契合点是 你真是弄得弱的画面,很难让人帮忙 但现在已经超越了这件事 到今时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提及,主要原因是 开始有些人传 首先,他们看了一些电视的影片 就说,不是,里面那些人 真的被人打到重伤失去知觉 他们就会说 你们起初消防署宣布有10个人受伤 后来去到医院,只有7个人 那3个人去了哪里呢 然后又说,那个教务员受伤的数目 是由警方去写的 应该由警方去写的 很多这些所谓疑点 令到这个坊间就开始越传越厉害 一件事就说,肯定有人死了 甚至乎,我们现在询到 其实近来有很多自杀案件都有疑点 浮屍,有个全家人加上盗屎 即是拼死了个女儿 这些我们会觉得很奇怪的 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生呢 其实已经有几个人死了,你不说 然后就把几个自杀案当作这件事呢 然后最近甚至乎有个网媒叫Hong Kong Free Press 就访问了一个主婦 那主婦就说,我只认识其中一个死者的父母 那个父母去到警方说要找回他的女儿 然后那对父母被人拉过,软禁 这些就是我们说搞到群情洶湧 结果就是我们说早几天 就有人在太子地铁站跪在那里 就说要港铁公布这个CCTV 然后就越来越多人 不止我还看到这些画面就是很多人 就是当了有人死了 是的,已经搞到灵堂 搞到灵堂那样 因为早前是头七 就直接搞到悼念仪式等等 然后我们说现在就 虽然有某些媒体尝试去呈证 譬如亨章集就说 其实我们数齐了十个人 又或者我们说明报就说 我们看了CCTV 结果都应该有十个人被运来港铁站 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很多黄丝朋友都是觉得 不相信你 总之就已经是有人死了 不是说可能有人死 总之已经有人死了 就是这样 先问你们两位的看法先 我刚才说了 就是客观描述我身边黄丝的朋友 是言之作作地说真的有人死了 亦都不是很容易去 我科学家 经济学家出身 想要一些实际的证据 是很难跟他们去讨论 去争论这件事 是不是的 你有一些少许怀疑 都无端端变成了建制派 所以是 如果你坚持一个比较科学的态度 他说你是否先帮政府 现在政府当然这么坏 当然是什么隐瞒的 跟大陆一样的 他根本说什么都不信 所以是很难再去讨论 我讲一些我的观察 第一就是 毫无疑问的片段 可能是有些隐瞒的东西 可能有些我们不知道 这些是隐瞒的坏东西 就是整件事的处理 第二个技术的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 跟警察去做过一些坏事 他说不是消私 只是消殖物 他说他带了他去一些很安全的地方 一些很安全的郊野地区 然后将那些消息变成灰 灰就失去了 他说 按照处理尸体 处理植物这些东西 警察是香港最大的专家 你说会搞来浮屍 或者那些东西 或者那些东西 第一样出现可疑的自杀个案 或者谋杀案 这些就没有人 低手 没有理由这样做的 他们比赤更加专家 就像卑鄙那样 死了就立即挣个把握 带你来帮你运私的 是的 没有可能会有一些那么差 因为浮屍是一定会发现的 他们一定有办法处理尸体 他们应该有很多铁斗 很多专门的那些 一直都记住 所以我那些浮屍的那些 我绝对不相信 只是一种专家的问题 至于另外那些 因为我都不是跟得很紧 就不是很大的意见 不过我认为 问题是警察是否有心杀那些人 如果有心杀那些人 就可以很短时间杀五、六 如果他是无心 只不过是错手杀人 我相信短时间 但无端的错手五、六人杀 关几个人的机会是很低的 我有听过一个说法 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尊重的路销说的 他在YouTube就说 还有可能是不是错手 因为有人怀疑 有些武警 即内地的那些 深入在警察那里 那不是香港警察打死他们的 就是那些很无力的 但是是不是错手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错手 但总之就是不是 有心才能 因为他不会说 他不是一个很厉害 六个钟头杀六个人 那不同 他在很短时间发现 但是他们没有功耗 即内地的那些大内密探 如果他们搞定了 即是老少的说法 他们搞定了 但是有没有跟香港警察协调的话 就变成他不知道怎么做了 他堆垮了几个人之后 就是香港警察处理 即他的说法 可能有这个疑点 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很难错手杀那么多人 最初一两个有可能 一两个就有可能 现在遥传有三个 你当着三个 其实三个都很难 但是现在 很短时间 是的 但是我都明白 因为最大的疑点是什么 通常那天怎么死呢 通常都是被人打到重伤 你进去ICU 那你就留意几个小时 接着就失救 这是最常见的情况 那你进去医院 很多人会知道 就没可能会走得掉 所以一定是即场死亡 就地正法 真的 我只是客观去说 我们先不说真是假 假如是真的发生这件事 就一定是即场死的 因为只有即场死 你才会想去处理的先例 而且回答他 为什么会鎖了那里 是的 而如果他先去了医院 就一定是没可能的 所以即场死 就正如周显斗所说 那么机会就很低 你很难同时即场打四五六个人 所以我们先锁定了范围 如果真的有人死的话 一两个就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超过两个 去到三个 我觉得已经是很可疑的 应该就没什么可能 有没有可能有五六个 这些大内高手 那叫大菩萨 那叫大陆高 大陆高都不是特别失杀的 而且如果即场有五六个人死 你在场没可能没有人拍到 你一两个就 之前的地底变变迪也拍了一两个 但你要拍五六个人躺在那里 我觉得场面就应该没可能没人目击得到 第一两个你拖在旁边 或者他可能那个样子 不是那么似即场死 这是有可能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当然你要科学实证 那我就可以讲讲我亲身经历 那时候我就是在太子站 不过我就没有下去 我在上面 我告诉大家 就是警方做事是有亏心事肯定 因为当他们打人之后 他们就赶了记者 就不让他们拍现场 那些记者就不停跟他们说 没有可能不让我们去 那些警察起作用耍他 就说我们保障你人身安全 就搞了很久了 然后突然间有某个人 就说是否我们能保障自己人身安全 然后他就说 总之我们正在帮你 然后我就说 那你正在帮我们 我现在不用你帮 全部都走下去 为什么走下去呢 其实整个现场都清空了 整个现场根本就再没有什么人 再没有那些 就是我们说被人逮捕 大概当时是 是你朋友跟你说的 不是我直接下去 没有办法 因为苹果直播也拍到我 哈哈哈 但是你们下去的时候 他给你下去的时候 是你开始发生事 已经超过10分钟了 已经超过10分钟了 不是说没有一段时间 两三个小时 不是 十几分钟 我们下去的时候 就在行人电梯上拦住我们 拦住我们就不让我们走 他就说他现场载症 其实挺离谱的 现场载症 你不会封了整层月台 不让我们走 但是他们警告就说 如果你走进去的话 你就会犯法的 那我们立刻想 那么奇怪 为什么你会不让我们去看 而我可以告诉大家 现场就应该没有人了 如果现场没有人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一个几分钟 为什么这么快就没有人了 10分钟 那就是个奇怪的 如果你有些伤症 车走了 那当然车走了 就一定是找地铁车走了 那为什么要这么急 找地铁车走了所有东西 然后为什么要警察 不让任何人继续留在现场 那一定是有些东西 他不想让你看到 可能发现到这些东西 更加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太子站 有两层月台 一层就是去中环 另一层就是去荃湾 打人的那层就是中环 中环那层不让我们去 上层没有人 一个人都没有 另外一层月台 其实也有捉人的那些东西 但是任理贾 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告诉你 就是那层月台有事 一层月台没有事 我觉得有一个港台记者 说得对 先不要说任何东西 你做到这样 那你就真的很难 不让别人怀疑你身有事 因为你做了所有东西 你没有记者见证 反而你有记者见证 你没有什么可以说 因为记者拍到所有东西 记者可能可以帮你辩护 因为记者的关键十分钟 没有在现场 然后你已经运走所有东西 然后其实也不是十分钟 之后你一直不让人在现场 可能在清理一些证据 对 清理一些东西 那你就很直接 就算你是记者 你会立刻想 你肯定是骗人 即是几乎肯定是身有事 不过不知道是什么事 是的 因为市场可以是 现场有一些东西 他不想让你看到 是作为警方过度无力的证据 亦都可以去到有人死了 那便快快去运转 十分钟 即是你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可以确认的一样东西 就是那时候已经做了所有东西 还有一样疑惑是什么呢 那些人就叫他拿到CCTV 但是也可以告诉大家 就是其实那间港铁控制室 在警察打完人之后 他们已经派了十几二十个CID 进去CCTV的控制室 我不懂科技的东西 但是你问我 你为什么要找到20个警察 进去控制室 你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拿CCTV片段 你拿完之后 你会怎样处理 或者怎样处理 会令到你是有利的 或者看完港产片黄晶的那些 就会换一些 是 加仗加费 所以去到最后就是 第一 究竟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你问我 我满着我良心 我都不能够确定有死人 但是第二样东西 你政府真的做得很糟糕 你失败到一个位置 就是你没有人可以帮你做证 你现在想说你自己的清白 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客观的证人 可以证实你自己的清白 全部都是警察自己的 第三 当然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警察 你现在政府又信用破产 是 你的警察又常常说大话 那么你这么多样东西加起来 你就真的没得救了 我说了两件事 我说了两件事 其实当你信用破产的时候 你转过我真是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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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如我这样好过什么 一见乎两见乎 第二件事就是 亦都可以证明了第一个观察 是正确的 就是你想想 如果私底十分钟已经搞定了 整个现场 他会不会这么蠢去浮屍给你看 就是会不会这么差 就是我觉得很可乐 就是 如果你说十分钟已经去现场 是非常专业的处理私底的 对不对 那就应该不会再搞这个浮屍 就是只会变成无头公案 就真的 失了钟狼 是的 失了钟狼 你不会再做 这个也是 我觉得你怀疑政府是可以的 你不能够怀疑到政府是万能的 就是万能的意思是 为什么呢 他还要搞单自杀案出来 还要搬上尸子过去 给一些人目击 然后还要找尸袋装起 然后塞起 你想想 不如把他卖了算吧 对 就是有很多更加简单 有效率的方法去做 所以反过来说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心做些阴谋论 非战政府 但如果你万一是 都麻烦你在那个创作的过程里面 给一些常识 给一些想法 不是啊 我就是觉得 就是他们太沉溺于那些编剧的光位 你不扭桥那套电影怎么好看啊 我记得扭桥 我拿几宗自杀案出来 拾进去 那就够充击性 但你要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但香港的观众的水平 就是这样也相信 那这个当然是我 所以我到最后的结论 我不是说我不相信有人死 就是到今时今 我即使是最客观 我最反阴谋论 你都不能够在目前一人 我都同意一个 我都是讲过 但那些证据就不是 我是建制派来的 我都不否认有人死 之外 死的人最多都是一两个 是的 第一个死的人数 而且他不是那些浮丝 因为你是互专业一点的 第二 处理师的想法一定不是你们那种 估计的方法 一定是一些很没有娱乐性的 就是很低调的 一定是这些方法 是的 因为没有人看过这些方法去处理 就是你不是用这个方法去质疑政府 你就反过来 就是我反过来 我反过来说大话 我就等你说大话说得夸些 你的大话夸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令到我的大话 反而真了 就是没有人去理解这件事情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没有人去看 好 没有人去查看 我对我看不见 好 没有人去 好 没有人去看 对我看不见 对我看不见 没有人去看不见 我会悉人去看不见